欢迎来到News TT70,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杨子,从国色芳华到风批坏女人,颠覆角色,期待无限。 杨子,演技突破背后的勇气与挑战。 近日,杨子在一次采访中透露了她未来的角色选择计划,引发了娱乐圈的热议。 这位以温柔善良形象著称的演员表示,她想挑战一个风批坏女人的角色。 这一决定不仅让粉丝们兴奋不已,也让人们对她的演技突破充满期待。 我们不得不承认杨子在多部作品中的出色表现。 无论是《家有儿女》中的小雪,还是《欢乐颂》中的邱莹莹, 亦或是香蜜沉沉浸如霜中的紧密,她都能够将角色的性格特点诠释得淋漓尽致, 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种出色的角色塑造能力为她赢得了广泛的认可, 也为她未来挑战不同类型角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然而,杨子选择挑战《封批坏女人》这一角色, 无疑是对自己演技的一次大胆尝试和突破。 这个角色与她以往塑造的形象大相径庭, 但正是这种反差,让观众对她的表现充满了期待。 想象一个温柔善良的女孩,在面临巨大的压力和挑战时, 逐渐变得疯狂、冷酷,甚至不惜一切代价去追求自己的目标。 这样的角色设定,不仅考验着演员的演技, 更能让观众看到一个全新的杨子。 挑战这样的角色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杨子需要深入挖掘角色的内心世界, 理解她的动机和行为背后的逻辑, 才能将这个角色塑造的生动而立体。 同时,她还需要在表演中打破自己的舒适区, 尝试更多元化的表演方式, 以呈现出这个角色的复杂性和多面性。 这需要演员有足够的勇气和实力去挑战自我, 去突破自我,去不断地尝试和探索。 杨子选择挑战《封批坏女人》这一角色, 不仅是对自己演技的一次挑战, 也是对观众的一次挑战。 她希望通过这个角色向观众展示自己的多面性和深厚的表演功底, 赢得更多人的认可和喜爱。 虽然这个过程充满了挑战和不确定性, 但正是这种勇于尝试, 不断挑战自我的精神, 让杨子成为了一个备受瞩目的演员。 杨子想要挑战《封批坏女人》这一角色, 给观众们带来了极大的期待。 我们期待看到她在未来的作品中, 不断挑战自我、突破自我, 为我们带来更多精彩的角色和表演。 相信在杨子的努力下, 她一定能够将这个角色演绎的淋漓尽致, 赢得更多观众的喜爱和认可。 成毅赴山海官宣, 女主未定杨子被曝客串, 女方紧急回应不沾边。 狐妖小红娘王全篇拍摄完成 赴山海公布男主角成毅, 但女主角未定。 传闻杨子将出演, 双方粉丝互斥炒作。 影视作品的成功需好编剧和团队, 而非炒作。 女主角仁玄引发热议。 在狐妖小红娘月红片和狐妖小红娘竹叶片 相继结束了前期的宣传之后, 狐妖小红娘王全篇的成毅和李一彤 也已经结束了拍摄, 即将和大家见面。 这也是成毅除了琉璃和陈香如蟹之外的 另一部古偶电视剧, 原本她还想着要不要换个角色, 没想到, 她竟然宣布了另一部新的古装剧。 5月7日, 爱奇艺和腾讯联手拍摄的 傅山海正式公布, 同时也公布了第一张宣传图和男主角的照片。 值得一提的是傅山海 只公布了男艺女一号的男主角, 成毅, 并没有公布任何参演的演员。 据她的粉丝透露傅山海这部电影是以男性为主, 所以女主角的角色并不多, 只有一个官宣成毅, 而且只有一个成毅张海报, 可见她的名气有多大。 更何况傅山海并不是一部简单的古装戏, 它是一部像莲花楼一样的古装电视剧, 如果这部电影的品质足够好, 那么莲花楼的火爆, 很有可能会延续下去。 要知道傅山海虽然是莲花楼这种大男人的电视剧, 但也会有一个女主角, 比如陈都玲扮演的乔万言。 不过傅山海的拍摄时间虽然公布了, 但女主角还没有确定, 甚至还没有正式开拍, 只是在网络上进行了一些宣传莲花楼里, 刘梦瑞、陈玉琪、陈霄、梁洁, 都是人气很高的演员。 按照常理来说傅山海是一部以男性为主的电影, 诚意的戏份肯定是最多的, 和她一起出演的女主角, 也不会有什么出彩的地方, 剧组也不会请一个人气很高的女星, 更别说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女二号了。 然而傅山海一公布, 就有传闻说90后花旦之一杨子将会在剧中出演。 杨子、诚意两个人都是欢瑞娱乐的明星陈香如蟹 虽然不火,但也很火, 两个人在里面扮演的莲花仙女炎旦和六界帝君应渊, 简直就是一对逼人。 虽说CP粉丝们彼此看不顺眼, 但还是有很多CP粉丝想要在一起的, 这也是为什么杨子要在傅山海中出演角色的原因, 立刻引起了热烈的讨论。 客观地说, 杨子凭借着香蜜沉沉浸如霜, 亲爱的热爱的何尝相思, 演技和口碑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而且最近还火了一部成欢季, 女一号的戏份肯定会很多, 想要什么就有什么。 张子怡这种级别的女二号海航, 想要让她在诚意的傅山海里当配角, 几乎不太可能。 诚意的粉丝指责杨子方式故意炒作, 杨子粉则认为诚意是在炒作, 事情马上就要闹大了, 杨子的粉丝也赶紧出来澄清, 说杨子要在傅山海里出演角色的传言都是骗人的, 还发了一张谣言的照片, 摆明了就是不想让她出名, 也不愿意和这部电影扯上任何的关系, 她的立场很明显, 一点都不会手下留情。 第三, 无论是影视作品, 要火起来, 除了要有一个好的男女主外, 还有一个好的编剧, 一个好的编剧团队, 与其找一些不相干的人炒作, 还不如好好地把剧本, 选好。 傅山海的女主角, 大家认为会是哪位?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 充满活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评论和订阅企业,